湖北16岁少女两次遭亲生父亲强奸 忘案后被母亲赶出家 父亲背叛六年九个月 何小竹向记者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2020年4月 当时不满16岁的她连续两晚遭到亲生父亲何鸿斌的性侵 在男友同学的鼓励和协助下 她才逃离并报警 然而事发后 家里亲戚却轮番有水 都是想帮我爸隐瞒这个事 意思是没有发生过这个事 在这一场景中 何小竹看出了亲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过去十几年 何鸿斌虽然只是开着小饭馆 在县里的人卖却不少 何小竹说 爸爸甚至可以通过 医院的关系修改诊断结果 家族里的大部分亲戚都比较穷 不少还经常找何鸿斌借钱 何小竹说 如果我家倒了 可能就帮不上他们了 而妈妈全力否认掩盖这件事 是因为何鸿斌是家里的顶娘柱 此后 何小竹不得不暂时寄宿在男友刘浩家 后来他妈妈又将他驱逐出家门 考入职业高中 妈妈拒绝为他报名 何小竹因此失学 事发后不久 风言风语也开始 在湖北省襄阳市这个小县城里传播开来 他和男友被迫离开老家 去武汉打工 一年多来 他们换了多份工作 吃了不少苦头 最后 在S偶然的询问下 他们打听到了判决结果 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公平的法律权利 我不知道我爸什么时候 在哪里被抓的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庭的 没有参加庭审 更没有拿到判决书 所有程序 没有任何人通知我 何小竹感到 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就因为我是个小孩 他们就什么都不跟我打招呼 也不告诉我吗 直到今日 何小竹和刘浩都没有见到 电子版或纸质的判决书 他们只在裁判文书网 看到判决书 但判决内容却没有公开 亲生父亲伤害他 家庭亲人也伤害他 最后 社会上的司法 也没有给他公平 这是三重伤害 刘浩说 他们一直在寻找途径 希望拿到合理的法律解释 同时向何小竹的父母 索要抚养费 老虎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